進化騎士還是進化小骷髏 進化騎士 進化小骷髏吧 還可以吧 小王子還行吧 這就是他該有的強度呀 你說他虛呀 這就是他該有的強度 放狗 先挖一個 我們這一輪打流暢一點 他這個我們直接下電塔 這邊下個冰豆子 剛好能擋住他的電豆子嗎 我去學會 右邊這個電塔得保一下不然他出家居的話沒有電塔在 就不好守了 下魚鉤 刀已經擋完了 挖一個側邊魚鉤勾不到的一個位置 小骷髏不夠 繼續敲他 這個電塔能有一個拉死效果滾步我們沒有急著滾 剩兩件冰豆子冰一下 往後滾 加速砍 他要開炮之前滾步再打斷 但是還是被他給開住一炮 這波該怎麼防呢如果是你的話會怎麼防 下騎士防吧 不用急不用急 下次 不用急不用急擋一下 砍掉 左邊冰豆子肯定不能再去出了 守家居的話我們毒礦 不用想著怎麼進攻 防住救星 來 電塔肯定是不夠的我們下個這 再下電塔 第4炮才夠 滾一下 不滾也夠了啊小王子疊加起攻速還是很厲害的 小王子其實傷害是沒怎麼削的 只是削了一個他疊攻擊速度的一個乘速 我們這邊下成一個小骷髏飛路 這邊冰豆子擋一下 扛住 漂亮啊漂亮 這也不太有鳳凰但是還是被他一刀砍掉了 他們刀挖個礦工 小王子稍微等一等 他下了牌之後再下 把他往後拉盡量不要掉血掉血的話被他火球秒掉了 小骷髏還能進攻冰豆子下去打斷他的刀 騎士再扛住 礦工挖前點右邊小骷髏圍殺一會再補一個冰豆子 開個技能 鬼魔鬼下他的骷髏 再挖上個礦工 補一下他的骷髏 他沒有鬼魔了現在小骷髏邊上 逼他下牌兩個礦工在敲他 下不下 不下的話小骷髏進塔了 直接把這個對手給帶走 下成一個電塔 騎士不用急著下給他鎖定我們 可以的 電一下兵隊再兵一下 不用急著補 再補上鬼魔 再來一個電塔的圈 這一波對面最猛的一波進攻也沒有達到我們太多的血量 電塔刀塔先好拉解釋了 毒藥可以直接撒上 千萬不要毒藥他的國王塔對面也是烏了烏 綠頭 小王子我們還是跟以前一樣下直線 這邊補鬼魔 準備讓他捅一下 加個小骷髏小王子不用開技能啊開技能小王子開技能 看情況吧 有時候看情況看開不開的 騎士他直接衝不起來 給他砍掉 這邊這個人打得很著急 有的時候也 我們 要用什麼戰鬥去打他要看對手打得急不急了 這波他下足我們下個這個電塔滾不滾一下 這不是個冰鬥 他下這個我們騎士 好像不太夠再補個小骷髏 直接補劍魚的這一波他有衛隊哦衛隊下不出來 吹劍 我們要去打右邊不想打左邊所以空空可以挖這 挖在這裡 也可以扛傷害 順便走到右邊去 能敲一鏟子 這樣他要防守 有的時候一路拉扯也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我們下個電塔 這樣的話過出進化電塔 變鬥就在這裡冰他 這樣他不能阿頓衝鋒 沒有冰到啊被他打到了 冰到的話傷害應該夠啊但電塔被削弱傷害有點低 這波有進化活法有進化衛隊 我們毒藥毒衛隊的話不能毒活法但是我們過排快我們能過出第二個毒藥 衛隊下起來我們直接毒左邊左邊是四隻 有四隻的一個衛隊 滾木再滾一下 再把他往毒藥裡面再滾一滾 再泡一泡 基本上全部給他解掉 這裡可以下一次這樣的小骷髏啊 再加一個電塔 這樣的話他兩隻剛剛是直捅到我們一隻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再砍再補個滾木 第二道電就電出來 也是無傷解 我們沒有下小王子我們下礦工 小王子留著 還被他預判了 他預判應該是預判小王子射他的 我們接著那個小王子來射他這邊冰洞組給他鎖定我們 再往回冰冰完之後再補個小骷髏來擋一下 再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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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不上個滾木 先下電塔 放下電塔 放過挖一個厚點被他抓到了 這不放過應該是不應該挖的 小王子人射他把射不到右邊少一個滾木 第壞還有毒藥的 因為他這會有吹劍 我們選擇用冰鬥子來擋右邊 冰鬥子起司下射 這樣的話只能滾這了 再加個電塔 小骷髏往這裡拉起來 樹澤的小骷髏就是 用這個體積擠下這個小骷髏,小骷髏能扛黑王子兩下,能扛瓦技蠍兩下,能扛所有的群弓兩下的 當然活法這種是不行的,活法的範圍要稍微大一些,直接散了一個毒 狗狗叫瓦技 因為他打不到我們傷害,我們是可以以防守為主的 開成個技能,全部鬼掉,別鬥一下陛下的黑王子 沒有撐槍出來,沒有撐槍出來,他有劍魚 狂狗再挖個側邊,這一波他有衛隊 古龍,古龍直接散了一個毒藥 古龍是走的比較快的,而且非常low 下大骷髏,我們下了個小骷髏過一下進化輪廁,再成為一個小王子 這樣的話他不好解小王子,我們過牌的速度也是得到一個加快 再下這個,我們下個礦工在左邊,以防守為主 毒藥,毒上,滾木,滾吹劍 速度下這,我們滾一下,再下一個電塔,往左邊一個 還是漏了一隻,右邊我們又小的開技能了 也會夠防了,我們再玩個礦工 挖上他,電塔再下,馬上三分鐘,還有一分鐘,五十秒鐘 他是能再過一個計畫的電塔出來防守的 我們也沒有想要去破對面的塔,因為破塔的話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準備撒上一個毒,因為右邊他冰很多了 滾木滾一下,把他往右邊滾一點 再下個電塔 騎士再擋一下 滾木滾一下,計畫的電塔馬上就來 請大家不要心急 再來 不要撒上 火鬼滾 還有劍雨的 不用急 手左邊,劍雨交完 這邊 欸,夠了,殺人夠了 毒框太憋屈了,在你的視角上可能覺得憋屈了 但是在我們的視角上,玩的太爽了 玩的太爽了 因為我們防守對面,防守都是一個防守遊戲啊 進攻,沒有防守重要 錯比字 啊,礦工礦子打錯了,沒有關係啊 沒有關係啊 換一個礦啊 換個礦,這波錯是錯別是吧 實在是不好意思啊 讓大家見笑了 來,守一下 再打一下 又錯了吧 噢,盆死個礦啊 拿個礦 這個礦 這是一個電塔 那邊是衛隊頭貓手 加蝙蝠的一個牌組 好,下這個 我們下這 拿個技能 其實在擋擋 被他的幽靈給砍到了 聞一下 好多衛隊,這白美衛隊強 不強嗎 不強啊 只不過這個版本衛隊又能玩了 強的話肯定是不強的 電塔下起來 他這波肯定是進化的佔領兵 下團火 墊一下,我上個鬼墓 小骷髏 拉扯一下過一下牌 小王子 絕對解套在那邊 肯定是左邊 下右邊 騎士打一下 有計畫的電塔加冰鬥子 技能也別開了 開了被衛隊吃 我們挖個礦工 配上個小骷髏 他帶的是樹地 你看我們礦工 進攻還是非常容易被解掉的 雖然能達到血 但我們得花非常非常多的費用才能達到血 所以這樣的話也不好 兩道電串電在他身上 這邊再補滾墓 這一波是普通的衛隊 下的話就吃毒 你接著下一波 你下一波我毒你一波 兵一下 右邊不用急著 滾,晚一點啦稍微 小王子 騎士在這 右邊撒上毒 好解的時候還是得 用法術解 教法術的速度一定得快 這邊我們下載一個電塔 下一波又是進化點 右邊撒上一個毒藥 他這個進攻就很被動 一直被我們免費解 右邊補上滾墨 其實像這裡啊 這部有蝙蝠的 他的蝙蝠下出來的效果也不好 進化的電塔 再電塔一圈 左邊冰鬥子右邊小骷髏 萬三個礦狗 騎士再稍微打人打 往中間拉扯 就好像要往中間拉扯 他的樹地也是不好解 進化骷髏啊 鬼鬼木再撒上毒藥把他給炮掉 進塔沒進塔沒 進了 他這卡組有過笨逼的啊 什麼時候下騎士 地面不夠的時候開技能 比如說對面幽靈刺客呀 對吧你開個技能的話 只留一個騎士來守他的幽靈 你要過牌的時候下騎士 下騎士過礦工 多過牌去斬殺他 電塔別下 萬一他是氣球呢 下個這個下個小王子 小骷髏 別下打 下個電塔 小骷髏擋下漁夫 火法擋住 沒擋住啊 毒藥撒上 小王子還強嗎 小王子不算強 就現在就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個狀態 可以先滾 再下冰鬥子 這可以防止對面 預判劍雨什麼的 但是要把握好時機哦 或者是對面前面預判滾木的話 你先下豆子再來滾他的話 可能會被對面給預判的 我們還是先挖個礦工 沒有解 下電塔 電塔要慢慢掉時間的 會慢慢掉血 我們等他過來再挖電塔 現在下電塔 他沒有什麼法術了 我們應該 下了一個颶風 可能是電磁炮 前面下個小骷髏 逼他下牌 這樣他不好教法術 下個戰隊兵 先把他後排給解掉了 冰鬥子 扛一下 掛上個礦工 避免要交夠的 火滾木 下牌的話 撒毒藥 你開局得通過對面的法術 來判斷 通過對面的法術 和核心來判斷 我們這一把需不需要進攻 現在對面只有一個颶風 如果沒有大法術的話 我們這把是不太需要進攻的 如果說對面有火球有毒藥 對吧 對我們趁血 那我們就是要進攻的 這波我們是頂上一個騎士 這波有進化戰鬥兵 下前一點 不要讓他撤到塔就行 冰鬥子 冰一下 挖上一個毒藥 礦工挖一下 這邊我們有滾木的 我們滾一下 這邊我們騎士 我們等我再兵一下 再玩上個礦工 吸巨風吸不到 帶個技能 不要圖上 他有戰隊兵 進化的這個小破洞直接下 下劍魚 我們騎士夠了 騎士夠了 火鬼墨 我知道他會下戰隊兵的 但是沒有把他給解掉 非常可惜 來走起 跟著小王子去進攻 他沒有前排的 所以說他防守小王子的壓力是非常大的 只能下胖子來防 下火法 火法再吃一個毒藥 他這個卡 他的話就有點沒有跟上版本 為什麼這麼說呢 他這個胖子帶個傳機 當然也有人什麼 天谷帶個傳機 那是因為人家覺醒了傳機 想體驗一下傳機的玩法 他玩個胖子帶個傳機 這個終極挑戰的一面 你也沒有覺醒傳機 他這個不就是純笨B 才是純跟風啊 不知道原有 我們先滾一下 不要 可以晚點毒 可以滿費的時候再毒 因為他前面可能會跟兵的 我們先一個小王子過牌 來快攻 這邊騎士加兵鬥 也是夠的 能不能先滾 就是 對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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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戀魂狂狂 主要關賽怎麼報名還不知道呢 官方還沒公佈 論 有綠胖衛隊能玩,綠胖衛隊玩不了 衛隊之前被削了,別這麼阻了 挖礦鉤,電塔準備,小骷髏準備 地震珠 賭他,可以下後面,可以下後面,不要下太前,下太前的話他不一定掉地震 下後面補弱 所以把他女皇給解掉 全國總決賽在哪裡比賽,在 上海洋浦區 把前點保一下冰豆子 給他冰掉 一張兩張,三張,四張,有那個的,都要殺上 或許一個電塔 在外面 越擺越好啊,加普鬼魂 啊,這技能期間那麼久 下蘇姬地的話就不滾了 進化小骷髏 沒有小王子用什麼代替有女皇 不一定要下礦工的 因為他有小骷髏的手底下礦工他就下豬了 這樣的話我們交不出毒藥 就會比較被動 把這個位置這個位置放不了加弄炮 沒有輸地了 頂上 划個前點 小骷髏 停掉 他講不出法術的現在 再來個礦工 外個放不了加弄炮的位置 這邊還是挺會玩的 我們防一波 馬上就來 沒有小骷髏就挖 加弄炮放不了的這個位置 沒有小骷髏我們再搞定挖別的位置 挖前點愉快滾木之類的 我也要 realistic 穩定位置 不必有小骷髏 快點 有小骷髏 再跟我 觸動 只要拆了我的 diferent 非常有力量 看来有什么好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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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面解釋這個王子用了10倍 是 今天少了什麼 應該是小骷髏 這麼輕鬆 那必須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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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歪了 漏力走 我好危險 差點掉血 太危險了 哇 你看我 奇妙 奇妙 吸污衝 吐心 喔啊啊好球 人家死 腦里正方 雷尾 吐心 啊啊啊 王子 啊啊啊 谢谢多喝热水 在直播间龙身见识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给他灯跪着 没一下电塔肯定会掉血 这个小王子开技能也少不死小水人 谢谢正经的超本谢谢 他死掉10万亲密度对啊 对面排个炮 其实防守的好 放弓是更好打输出的 什么玩意啊 不是排气炮吗 怎么还有渔夫 对面气球 有气球是吧 一开始 走 来 门 我去玩了 我去玩了 好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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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火桥完了 好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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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 deja 好甜蜜 oud 好甜蜜 好甜蜜 好甜蜜